第26题,26到29题是题组,阅读文章回答26到29题,无线充电包包含两大部分,一是电子装置,如NB,手机,智慧手表,一是充电装置,无线充电板,英特尔预言未来人类可以把电源线丢掉了,无线充电源里是电子感应,充电板里的线圈在电流通过后会形成电场, 而这个电场能隔空诱发临近线圈产生感应电流,倘若该线圈也属于电池充电回路的一部分,那就形成无线充电,但是手机的电池需要用直流电充电,故需要将感应电流整流成直流电,达到充电的目的。 第26题是我们说,充电板内通过哪一种电流图形无法达到充电的效果,前面的叙述已经告诉我们,无线充电的原理是电池感应, 那么我们的电流通过之后会形成电场,电场就是有电流,电流会产生磁场,如果磁场发生变化,那就会产生感应电流, 而我们电流所产生的磁场要发生变化,可以改变电流的大小,也可以改变电流的方向,所以无论改变电流大小或电流方向,那么都可以改变磁场产生感应电流, 那么我们的选项A是大小有改变,方向也有改变,所以它可以产生感应电流,选项B是大小有改变,那么中间有一段是没有电流,但是也是有改变, 所以这也可以产生感应电流,选项C跟选项B一样,它的大小有改变,所以可以产生感应电流, 而选项珠呢,我们的电流的方向没有改变,大小也没有改变,它是非常简单单纯的直流电, 所以它不会产生磁场变化,因此不会有感应电流,因此第26题问我们说,通过哪一种电流图形无法达到充电的效果,我们答案选的是珠, 愈论